從零開始的木結他製作第五集 貼牙齒 如果你看到你家結他的聲音 你應該會看到這些一條條的牙齒 他們的正式學名應該叫Curved Lighting 它主要的用途是貼在側板上 增加面板、背板和側板的接觸面積 這支結他我會用之前彎側板正低的印度玫瑰木碎料來做牙齒 試用Law Key收回原角 主要是美觀作用 然後拿去彎板機 玩出需要的形狀 完成 然後就先量度一下需要的長度 然後先切掉 其實都是不需要非常精準的 差一點是不要緊的 長度切好之後 放上去量度一下是否適合 如果你說切短了一點 其實也沒什麼問題 因為這個牙齒最主要的功能是用來增加面背板和側板的接觸面積 一般會建議你用泰邦來貼的 因為當你用泰邦塗完整條牙齒之後 可能也有五、六分鐘讓你慢慢貼 我自己習慣的全子琴 盡可能我會用HIGHGLU 快點按一下 夾好之後可以清一點膠水織 其實內部的膠水主要只是美觀問題 因為你不清它其實是沒問題的 貼完面板就到背板了 背板基本上是完全一樣的 都是量度適合長度 但是因為背板的弧度比較大 所以你可能要多用幾個夾 由邊貼的時候邊慢慢彎回去 盡量混合背板的弧度 現在這個牙齒突出 或者完全平均的側板也沒所謂 因為我的側板其實未完全去到最終的尺寸 貼完牙齒之後 我會再用一個適合尺寸的弧度盤磨一下 如果有些位置想加強夾得緊一點 特別是你做一些缺角結他的話 要不可以用一些更強的夾子 或者用一些蝶 在等膠水缸的時候 我們講解一下牙齒到底有哪幾種 以及對音色有什麼影響 最古老的牙齒應該是這一種 一顆一顆的牙齒 通常我就笨句做粒粒 它對側板的乾性增加最少 同時面板周邊位置增加的強度也最少 理論上是會令吉他延音減少 但這種設計是傳統西班牙吉他會用的 所以如果你想做一個傳統的西班牙吉他 可能用這種設計 會比較容易做到你想要的聲音 然後第二種就是最常見的 Traditional curve lining 工廠生產吉他最常見的做法 比起剛剛那種 需要一粒一粒慢慢黏 這種方便很多 塗膠水一次過黏 它會輕微增加側板的乾性 以及面板周邊的強度 第三種是反向牙齒 即是開了蝦的面會黏向側板 理論上它會對側板的乾性增加多一點 以及當面板背板的音量連接牙齒的時候 它是可以做到無縫連接的 第四種就是Solid lining 即我剛剛示範的那種 Solid lining就是要預先彎 你才能用到的 它會非常明顯地提高結他側板的乾性 理論上你出來的延音和音量都會多一點 第五種應該算最不常見 這種叫Double cut 你可以看到它在前後兩邊都開了坑的牙齒 好處是它有一點彈性 是比較容易適合側板的弧度 如果你想比較牙齒對側板乾性的影響 令側板乾性增加最少 應該是傳統古典的它面包上用的粒粒 第二就是應該是這種Double cut 然後傳統的traditional curve lining 然後到反向牙齒 對側板乾性增加最多就是剛剛我用的Solid lining 而實際上影響到乾性的還有 牙齒貼著側板的面積 牙齒的強度和厚度 我自己做其他一般都會用Solid lining 甚至有時候我會用Laminated solid lining 即是將兩條實木的牙齒貼在一起 然後再貼在側板上面 膠水乾透之後 現在就磨掉凸凸出來的位置 將它們全部磨平 這裡選一個合適的弧度盤 我自己做這把吉他 我的背板弧度是4572mm 其實不同的面背板弧度各有好壞 沒有絕對正確或錯誤 我自己做的鋼鮮吉他 通常背板弧度是4572mm 而面板是8000-10000mm 我都會用的 砂紙、弧度盤 放上去 慢慢打磨 都是那句 重複性工作 我會交給吉他做 好 那磨好了 整個背板我磨到完全笨合4572mm的弧度 而面板實際上我不是磨到完全笨 我磨到差不多 因為其實最終面板是肚腩位置是弧的 而前面這節會是平的 詳細原因我們是之後合面板的時候 再跟大家講解 有任何問題歡迎留言交流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